词曲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看情众人至颜色 看爱与恨心有强 和寒淡举照 卖石头 看水来月 黄昏后 新选的嫔妃们不日也将入宫 你们有病的呀 都赶紧把病治好 没病的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别让新人把你们一个个儿都给比下去啊 是 叫散 怎么 皇上又一个儿歇下了 回贵妃娘娘的话 奏折堆积如山 皇上要连夜疲改 就不让各位娘娘空等了 走吧 还等什么呀 公送贵妃娘娘 通过执褶 刺绣培训 你们就是当差的宫女了 从此以后归我管束 我们都是刚入宫的 还不懂规矩 请姑姑多多关照 这儿啊 谁也照应不了谁 自求多福吧 姑姑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别着急呀 以后就知道了 英陆 英陆 你快过来 我帮你占了个好位子 走 英陆 今天多谢你了 不必客气 这个屋子里面住的 都是新来的宫女吗 是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本来想问问 比咱们进宫早的宫女 多了解一些宫里的规矩 我看啊 有些人是想去巴结姑姑 才对吧 那你说是 那就是了 你 别说了 我凭什么不说 就她能耐 她最厉害 最了不起 恶人都让我们做了 就你知道做好人 吉祥啊 你真以为她在宫女 在帮你啊 我告诉你啊 人家呀 只是想在首领太监面前 彰显自己 你胡说 不信你自己问她 喂 英陆 你今天大出风头 是不是为了你自己 好啊 你不理我是不是 锦绣 你干吗呀 你别碰 别碰了 你不是不理我吗 这就是下场 活该 叫她出风头 可不是 把咱们都比成烂泥了 以后可得长长迹象 别为了出风头 这么急功近利 音乐 咱们俩该一床被子 锦绣 你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把她的备褥临时 这要是让姑姑知道的怎么办啊 还敢告状 咱们这么多张嘴呢 还怕她不成啊 喂 音乐 你在干什么 音乐 你疯了 走 咱们告诉姑姑去 别 别啊 音乐 她就是一时冲动 她不是故意的 音乐 你快说句话呀你 你这回太不分了 你为什么要临时大家的被褥啊 都闹够了没有 闹好 到底是谁在闹 明明是你自己 吉祥她玩不成袖座 就只能安排下差 因为我帮了她受到了夸奖 你们个个就眼红 自己不帮人 还不准别人帮 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原本我不在乎 因为我入宫也不是为了交朋友 但我今天必须警告你们 我 魏英洛 天生脾气暴不好惹 谁要是再唧唧歪歪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她 你 你简直嚣张跋扈 魏英洛 你放开我 你不是要见姑姑吗 你松手 我陪你去 把刚才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你 英洛 你放开手 你不怕姑姑惩罚吗 你们以为掌事的姑姑 那么有空 会为你们便是非吗 就我们这几个人 同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但凡闹出一点事 都会被赶出去 你们信不信 好 现在我们就去 走 英洛 把手放开 你放手 这么晚了 把姑姑抄行了 你不要命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放手 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我不想被赶出去 你这大半夜 都在闹什么 方姑姑 刚才是我不小心 把茶壶打翻了 我们的被褥都湿了 怎么这么麻烦 把被褥翻过来盖 不许再出声 不许再出声 我们有关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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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洛 你好厉害啊 人心存良善 更应懂自保 你要记住 闭嘴 赶紧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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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证明 他根本不是病死的 他是被活活掐死的 你闭嘴 你们看 你们看 有路 有路 他今下有疑问 他是被谋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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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了 魏京太 你女儿竟敢批关 惊扰死者 是要天大雷劈的 不错 因您做出丑事 被驱逐出宫 才会自尽身亡 这种不真不洁的女人 已经给家族蒙羞了 如今 魏英洛有满口胡言 这是要我们 执行家法吗 不 族长大人 是英洛不懂事 各位富国兄弟 请你们原谅他 我一定好好管教 李洛 快跪下斗签 我从小丧母 是姐姐一手把我带大 说是出自一组 同气连制 可我从来没有吃过 他们一口饭 喝过一口水 得过半点救济 如今 姐姐无辜王子 他们不分是非黑白 贤姐姐 玷污了魏家的坟地 连一泡黄土 都不肯施首 让我向他们道歉 让我向他们道歉 凭什么 你就这样不依不饶 你究竟是怎么样啊 姐姐 死得不明不白 我要入宫 查找姐姐王子的真相 你究竟是怎么入宫 你就这么入宫 你一定会闯祸到 你卑鄙爹把你封出家门 我不在乎 爹 哪怕你把我赶出家门 哪怕卫士逐我出族 我也要为姐姐 沉冤得雪 你 谁打我呀 姑姑 怎么了 怎么了 看你们一个个这睡姿 养着肚皮 溜着哈喇子 跟躺了一排 癩蛤蟆似的 这儿 世子进城 行走坐卧 都要讲规矩 容不得你们放肆 姑姑 那该怎么睡啊 腿 躺下 快点 腿 还有你 朝一个方向 转过去 这个姿势都记住了 睡着了也不休 先回去 让他们再睡一会儿 半个时辰以后叫醒他们 娘娘 您怎么了 不对呀 娘娘 现在 天还没亮呢 您是做噩梦了吧 蠢货 怡瓶一定有问题 他对 你 对 吃 吃 好 下一个 这是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阿颜 你快想想法子 姐姐 你莫着急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 高贵妃一定是起了疑心 她已经怀疑你跟我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 咱们总得想个对策才行啊 贵妃娘娘到了 快 快速后面走 好 好走 贵妃娘娘 嫔妾给娘娘请安 鱼贵人 本宫听闻你病了 特意过来瞧瞧 刘太医 替鱼贵人好好瞧瞧吧 是 贵妃娘娘 怎么 本宫好心带太医替你瞧病 你还不领情 贵妃娘娘 品妾只不过是咳嗽 无需太医医治 刘太医 贵妃娘娘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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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给怡婢娘娘请安 茗玉 我要见皇后娘娘 今天皇后娘娘身子不适 早已免了请安 怡婢娘娘怎么来了 现在情况紧急 我要见皇后娘娘 我才说过了 现在不见人 你还是晚些再来 皇后娘娘 救命啊 皇后娘娘 怡婷 这里是长春宫 你怎敢如此喧哗 娘娘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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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婢姐 求你救救玉贵人 啊 求你救救玉贵人 吧 Icho 这是我的东西 宫女不许家贷 三—— 你要告诉我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是怕会想家 从家门口捧了一泡土 装进了这个小坛子里面 带进宫 这个不算违背宫规吧 看你紧张兮兮的 到底试不试图 我要亲自检查 姑姑 放肆 非非娘娘 非非娘娘 饶了我家主子 放开我 想救非娘娘 住手 饶了我家主子 放开我 皇后娘娘 高贵妃 你这是在干什么 于贵人有病在身 臣妾特意请了太医 为她前来诊治 刘太医 你给于贵人喝的是什么 皇后娘娘问你话呢 快如实作答 回禀皇后娘娘 臣给于贵人诊治 发现她卖习左官陈贤 右官华儿有力 加之肝痒有热 肺絮痰隐 乃是换了科技 为了替她解肺热 臣特意看了一记 清热立肺的方子 配以琵琶膏挑礼 你胡说 阿燕明明是 神怀有余 哪里是什么科技 大胆一贫 昨夜在夜喜堂 你是如何说的 你说于贵人只是科技 今日又说她有孕在身 莫非你是故意 匡骗本宫 皇后娘娘 品妾月师徐旧未来 和一品姐姐商议 因为事关龙死 实在不敢确认 想等半月以后 她一诊断以后 再向皇后娘娘禀报 品妾无心隐瞒皇后娘娘 请皇后娘娘恕罪 不 是品妾害怕 阿燕身怀龙死 为人所害 所以才故意谎张是可及 为人所害 为谁所害 一品 你是意有所指啊 事实证明 品妾的猜测没错 这一碗药 就是贵妃 毒杀皇嗣的证据 放肆 有毒没毒 一验便知 张院盘 秦岭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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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皇后娘娘 这药的确是琵琶膏 没有他物 回皇后娘娘 没有 皇后娘娘 您都听到了 于贵人自己都说月份太小 太医务诊是常事 是他自己疑神疑鬼隐匿不报 臣妾好心请了太医替他医斥 他却反咬臣妾一口 至于怡嫔就更离谱了 口口声声诬陷臣妾要毒杀皇嗣 一个小小贫卫 竟敢污蔑高位嫔妃 这是大大的不敬 皇后娘娘 一切都是厘切的错 一切都是厘切的错 这 什么东西啊这是 我都跟你说了 是从加盟火弹的泥土 姑姑怎么还尝呢 姑姑 等等我 好 婴鹿 你不知道 姑姑肯定以为是芝麻核桃粉 之前就有宫女偷偷藏了 被她发现啊 全都没收了 那是她眼神不好 这个就是我从家里带的私香土 竟然从宫外带了泥土入宫 你可真是个傻姑娘 姐姐 对不起 高贵妃 宫外带不过是一时情急 一时情急就可以口不择言 皇后娘娘 老祖宗的规矩摆在那儿 一瓶空口白牙诬陷臣妾 若不严加惩治 只怕上行下效 公劫成风 彻底败坏了风气 高贵妃 事情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 一瓶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担心于贵人身上的龙胎 皇后 以下犯上 罪不可赦 您是六宫之主 母仪天下 应当立身为宫 不寻私情 您若是有心偏袒 臣妾自然无可奈何 不过立身不正 处事不公 可能任谁都会怀疑您 治理六宫的能力吧 你放肆 皇后娘娘 是嫔妾行为 过于莽撞 冲撞了贵妃 本就是嫔妾的不对 皇后娘娘的大恩大德 嫔妾您寄予心 就请皇后娘娘 不要再为此事费心了 贵妃娘娘 凭借一时失言 要怎么办任凭您处置 至于 至于于贵人 就请您念在 他身怀皇嗣的份上 不要计较了吧 于贵人如今娇贵得很 本宫自是不会为难 至于你 真的任由本宫处置 不可以 不可以 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贵妃娘娘 今日千错万错 都是嫔妾的错 是嫔妾处事不慎 您要打羊帽 嫔妾甘愿受访 只求贵妃娘娘 消消气吧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其他人呢 干完宫女所的活儿 都去吃早饭了 你为何不去啊 今天第一日 我想早点过来 还算懂事儿 张嬷嬷 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谁啊 嬷嬷管理绣房这么多年 有没有听说过 卫英宁 没有 她服役于绣房 嬷嬷怎么会不知道 绣房除了活儿好的宫女 还在外面请了 十几位出色的绣娘 大家干活儿的时候 都低着头 谁知道谁叫什么名字 她的绣活非常出众 不会默默无闻 绣活儿出众又怎么样 在这人才济济的宫里 又算得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 我得提醒你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名字当中第三个字 是高贵妃的闺名 宫女都得避讳 避讳 对 后妃们的名字啊 下人们不配叫 你说的那个人 在这儿 应该是已经改了名字了 所以 你以后千万不要拿她的名字 到处去询问 万一被别人听见了 铁定是要吃瓜落的 张嬷嬷 连饭都不吃 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 原来在这里缠着嬷嬷呀 你们在说什么呀 行了 既然来了 都别闲着吧 跟我去跑一趟 是 是 宫女不让串门子 平日里没事 这儿便老老实实 在各自当差的宫里待着 你们是绣娘 经常要为各宫主子 量体裁衣 一定要计熟了路 否则 气拐八拐地绕不回来 耽误了差事可不行 是 吴总管吩咐下来 于贵人怀有身孕 绣房要去给她缝制新衣 你 进了永和宫 你们仔细看着点 我是怎么做的 扯了娘娘吧 娘娘 扯了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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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替贵妃娘娘问话 为何要掌你的嘴 并且 污蔑贵妃 以下犯上 扯了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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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 记住今后善言了吗 记住了吗 大声点 娘娘 扯了娘 明镜 明镜 我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姐姐是因为我才会犯错 贵妃娘娘要罚就罚我 要打就打我吧 于贵人 您身怀龙胎身份贵重 自然是不会挨打 不过您与一贫一样 犯了错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 阿爷快回去 快回去 我不回 让我回去 就这样任由他们羞辱你们 我不走 我没事 我快回去 快回去 于贵人 您这么闹腾 万一伤了龙胎 奴才们可吃醉不起 快回去 阿爷 你快回去 你们都是木头吗 还不把于贵人拉走 贵人 走吧 阿爷快回去 快回去 快回去 接着来吧 还有十五呢 少母母 这 事事 仪萍以下犯上 得罪了贵妃 贵妃娘娘 罚她当众张罪 是贵妃 也是一宫之主啊 那又如何 看她得罪的是谁 宫里历来的规矩 打人不打脸 如今 贵妃这么做 分明就是羞辱一嫔 叫她颜面扫地 跟你 我准夹把月儿便 得罪非 最恪惯了 活活活活活活 avait 日方 女人 瘦了 琵琶糕里面是有毒的 为什么咽不出来 贵人 您别想了 张远派医术高明 怎么会误判呢 他想杀死我肚子里的孩子 为什么咽不出里面有毒 于贵人 奴才求您别说了 琵琶老爷没有毒 心也是有毒的 盈鹿 你在胡说什么 你说什么 盈鹿 你懂不懂回去 不知道的事情 不要乱开口 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从前奴才 盈鹿 你能忍不得到 你怎么突然 我找你 你也没想到 我说你 你能不能读 你 尤其是 多福 则有性命之忧 贵妃娘娘送来的枇杷膏 一定是用西叶之称 毒性极微 难怪张员派未曾差距 就算真的被发现了 也可以推说是御药房出了岔子 原来是这样 你随我去见皇后 把刚才说的话再跟皇后说一遍 贵妃 万万不可 一个小小宫女的话 岂能当真 难道 他比张员潘还准吗 盈鹿 你怎么这样不懂规矩 什么话都敢说 你不想要命了吗 他有经验 他知道真相是什么 贵人 贵人 他才进宫 什么都不懂 你这丫头 求您高抬贵手 饶他一命吧 好 我不为难你们 我自己去陈情 贵人 贵人 您 你这丫头 可闯了大祸了 于贵人 娘娘回来后就头痛 一直到现在 还未醒 您今日也是见不到了 茗玉姑娘 我有要事相帮 请速速通报 关门 茗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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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哪 茗玉姑娘 我有要事相报 茗玉姑娘 玲瓏 你说这张嬷嬷 不是挺欣赏她的吗 这一回来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 她胡言乱语 把嬷嬷就生气了 真是不知道她犯了什么错 真是 要让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行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大家都散了吧 看她那平时得意忘形的样 看她那平时得意忘形的样 现在挨罚了吧 我该 继续得意啊 季晓 干什么去啊 不怕嬷嬷罚你啊 可是 不是 好啦 太遲的话 我会不给你留饭啊 好了好了 不管了 咱们去吃饭 吃饭喽 好 爸爸在回头转去 谁说的事 你在看什么呀 这些时辰 从我头顶上 一共飘过了两千零八十片云 三百零二片彩云 剩下的都是白云 你倒挺有闲心的啊 世事与你如浮云是吗 从前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天上的云彩我绣不成 但今天以后 我能绣成了 别什么云不云的了 我先问你 叫你想的事你想清楚了没有 知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 樱落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在这儿都跪了一天一宿了 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嬷嬷认为 樱落不该告诉贵人 琵琶心叶有毒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 琵琶心叶有毒 太医不知道你知道 胡言乱语的 你脖子上的脑袋 是不是想上天呀 你笑什么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反正我说的每一个字 都对得起天地良心 是 你对得起天地良心了 你对得起你老子娘吗 你对得起为你操心的摸摸我吗 我知道 您罚我跪着 是关心我 所以我跪了 那你还不认错 这是两回事 无错却要认错 恕因为我办不到 我就带你去看看直言不讳的下场 小心着点 张嬷嬷 你们怎么来了 昨天落了东西 特意过来取回 这又不是什么干净地方 取完东西赶紧走 谢谢公公提点 我们这就走 快走 为什么不等我去救皇后 为什么你要这么杀 这么杀 贵人 人都走了 您可别再说这些风言风语了 他没走 他没走 贵人 您知道真相 您把真相告诉大家 贵妃娘娘 像上次我肚子里的孩子 竟竟没我胡言乱语 你告诉大家 你去告诉大家 走 贵人 走 贵人 芳草 你家贵人伤心过多 神志不轻 还不快扶他回去休息 走 贵人 别闹了 回去吧 芳草求您了 走吧 芳草 你听见了吗 心眼是有毒的 是有毒的 嗯 还看 好 清眼看见了吧 宜贫当众受辱 颜面尽失 贵妃娘娘 就是要让她活不下去 你说的那些话 根本挽不回大局 这一次 算你运气好 若下回被贵妃知晓 你的小命也难报 一平为什么要死 如果她不死 尚有一搏之力 你说什么 就是一平她太懦弱了 别人羞辱她 她就要去死 凭什么 堂堂一平位 被当众掌嘴 以后在宫里如何立足 不去死 难道还活着 自取其辱吗 冠成了我 千万人的唾沫 我也能唾面自干 哪怕就是让我跪着等 我也要等下去 直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行事比人强 一颗鸡蛋 怎么敢去碰石头 嬷嬷说错了 我不是鸡蛋 我才是那块臭石头 当有一天真的轮到你了 你就知道 到底有多可怕了 碰得头破血流 大不了一死 不准说那个字 军律 为什么姐姐无辜惨死 为什么一平悬梁自尽 为什么世道如此不公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大胆奴才 谁让你伤害灵白的 你躲什么躲 身价在此还不下跪 快 快啊 奴才公请皇上圣安 谁准你伤害灵白 奴才斗胆 不知何谓灵白 混账东西 这就是灵白 曾为圣上遮阴 玉笔青蹄 零百二字 这小同盘都挂着呢 平日里多少人跪拜都来不及 你竟敢伤害灵白 偷下去 账三事 奴才刚入宫不识灵白 不过奴才所为 是有原因的 我只希望 此今为虹枪 请为所去量 断远图夕阳 一遮就蒙亮 一遮就蒙亮 几岛 枯叶烟树窗 谁念秋风凉 尊之流光是年华 独身期盼冲门伸索 绣的雨色又如何 花呆看着别问萤果 莫等控制随风落 盼与他共见珠希长相 空中无常 一望染牵挂 谁念他不一生的凄凉 护华梦一场 甘与他共见珠希长相 空中无常一望人牵挂 谁念他不一生的凄凉 护华梦一场 护华梦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